就是先找到那个 那当然习惯上除了浏览次数多到少 其他的话就是下载次数多到少 那这个排序主要当然我们是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说哪一些是最最流行的 大家最需要的资料 所以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大部分人都会下载的 那表示这个资料相对于其他资料 应该是比较重要性高一点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这个 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买股票 所以呢我们只是单单拿这个来练习 那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 开放资料点击它之后的话 它进来之后第一个会先提示给你几个讯息 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什么浏览次数 下载次数这个相对是最高 那大概次数是大概三十几万次 浏览次数也是三十几万次 底下的话呢它有一些说明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栏位数 如果你练习的话我是建议你尽量不要一下子找那个栏位太复杂的 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你下载资料太多 你可能会相对处理的时间比较多 第二个的话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以这个资料来看 总共的话有四个栏位 包含就是股票的代号 股票名称还有收盘价跟月平均价 OK 那单位这边有啦 OK 然后更新 全市资料 然后上架时间 不过这个 这个全市资料更新时间是不是有点问题 2021 那所以这个资料应 OK 那所以这个更新全市 那应该不是最后更新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另外的话你可以点选 这边有两个按钮 那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点这个的话它就直接下载 那一般习惯会点检视资料 不会点左边这个 那你可以看到点那个检视资料的话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讯息恐怕要先知道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编码格式 哦 它是UTF-8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直接下载它 打开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是乱码 因为呢 以Sale里面预设的编码方式 它不是UTF-8 预设的话 它是这个ANSI 或者是叫CP950 如果你打开的话 理论上 所以哦 我是不建议 各位呢 直接就用开启档案的方式来做 OK 因为你如果直接假设像这样 点选这个连结 如果你点左键的话 它就直接下载 下载到下方这里 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把它开启的话 OK 那它会是像这样的状态 乱码 那当然啦 如果假设啦 你执意一定要开它的话 那你势必一定要先把它转成 所谓的ANSI的编码 不然的话一定是乱码 但是这个的话会有一个破坏 你必须要用破坏性的方式 也就是你可能要 比如说你假设 你要把这个资料 在修改的话 那当然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把这个资料呢 第一步哦 就是先把它用记事本把它转码 那转码的方式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它开启 那开启之后的话 在这里你按右键 你可以用什么 开启档案的方式 然后找到记事本 OK 如果你假设啦 你执意一定要把它变成 再以sail开启的话 那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直接按右键 然后呢 把它开启 直接用记事本开启之后 再用档案里面定存新档 那你可以看到了 其实记事本里面就有个功能 这功能其实蛮简单的 但是很好用 编码方式的话 它预设 当然你可以看到它UTF8 那你直接把它改成ANSI 再存档 如果你存档之后呢 但是它会有个另外衍生性的问题 变成说 如果你这样做 那如果假设你下一次要再去下载这个档 那你每一次都要这样做 岂不是很麻烦吗 那当然啦 不过至少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你把它存档 把它取代 所以 那我就把它关闭之后的话 我就重新再去开启它 那你会发现 只要你重新做过之后 那这个资料就不会是乱嘛 OK 只是说呢 这个方法 就是说 比较麻烦就是你变成要再用记事本开 然后修改它的编码方式 才能够办得到 那假如说呢 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跟各位讲 也许我们在旁边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OK 那假如说呢 你不想要用刚刚那个方法 那你希望以SEO 自动帮你辨识是哪一种编码方式 正确的把它开起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必须用那个以SEO里面 它的这个资料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从文字 重新 但跟各位讲 这个功能应该是在 SEO的2016以后的版本好像才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版本太旧 你们等一下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功能 OK 那这个功能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准备什么 如果你要把刚刚的这一个 这个连结 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个连结找到 然后复制它 OK 复制这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干嘛 因为呢 等于是说 我们这个CSV的档案 它是被放在这个连结位置里面 所以如果我将来要把资料汇到以SEO的话 那第一个连结复制 第二个的话呢 切到以SEO里面 然后呢 我们找到资料里面有个 重文字 斜线 CSV OK 那当然理论上 这个 等于有点像开启旧档的概念 那只是说这个开启档案 它不是在我们自己本机里面 而是在 远端的某一个 server上面的某一个位置 OK 所以我们就把刚刚那个连结贴上 OK 那贴上之后的话 理论上 你按开启应该是会OK的 但是跟各位提示一下 这个好像会有一个问题 你按开启 奇怪 它怎么闪一下 有可能闪一下 怎么好像没有动作 如果你闪一下没有动作 像我这个贴上好像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你假设 闪一下 奇怪 它没有任何动作 我把它取笑一下 那你们可能要检查一下 因为我之前 遇过好几次 还有同学 遇过好几次 就是你贴上的时候 这个地方贴上 你们 最好在检查前面这边 好像遇到什么状况 它这边好像前面 会多一个空白吧 或者多一个TAB 还是之类的 就前面多很多空白 那如果你像这样的话 等于是说 从那个网页上面贴上 贴过来 前面如果假设 多了很多空白的话 那你按开启 你会发现 它就会卡在那边 那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就要把前面的空白把它拿掉 目前好像没发生 之前有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状况 奇怪 按下去开启 奇怪 怎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我用刚刚这个资料 从文字CSV 假设我今天给它连结之后 你会发现 这功能 它比直接开启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它马上帮你侦测 这个档案的编码方式 它帮你搜寻 原来这个是用UTF8的方式编码 那底下的话 它就会是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直接按载入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呢 都帮你倒到 我们以Sale里面来了 另外的话 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你的版本 也是跟我一样是新的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以Sale 2019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它的右边 会出现有一个 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清单里面 你会发现它有查询 跟连线 两个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 是给它一个网址的话 它会出现在查询的地方 会多一个像这样的 等于是一个状态 一个清单的状态 那里面的话跟你讲说 所以其实 等于是说 它这边呢 会帮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那个网路上面的资料 先放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假设你想要了解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然后按编辑 它会跳出一个叫什么 叫Power Query的东西 叫Power Query 上方有没有 这边会显示出来 叫Power Query编辑器 那如果你假设现在是用 Excel 2016以后的版本 理论上呢 它现在抓资料的 的顺序 一定会先 假设你给它一个网址 它就会先帮你把资料 先放在Power Query里面 然后等到Power Query里面抓到之后 它再帮你倒到Excel 所以等于是多了一个步骤 那如果你是早期 2010以前的版本 那它就是直接就倒过来 所以就没有这个Power Query的概念 所以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你们现在用的版本 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假设不是最新的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Power Query的东西了 假如如果你要修改其他的话 这边其实有相关功能 而且这个Power Query 其实跟Power Bi 所用的是一样的编辑器 所以两边概念是相通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OK 先确定一下你们这个资料呢 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被 匯入到我们的 这个Excel 而且 并且它不会是乱 OK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假设说呢 我们每天都要汇这个资料 或者是每一段时间 可能每一个小时 都要汇一次这个资料的话 当然理论上 你如果假设每一次都还要再开 然后把这个动作做完 才能够看到资料的话 那显然是不太方便 所以呢 我希望 是不是可以把刚刚的这些动作 帮我变成一段程式 那我最后 最后呢 只要做一件事 旁边加一个按钮 我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自动帮我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而且呢 我的预期是这样 我希望你帮我把那个 就是旧的资料砍掉 那就帮我保留最新的就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前提是你要写这个对应的程式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在Excel里面 其实有一个蛮贴心的功能 就是录制聚集 也就是你可以把刚刚的相关动作 可以先什么 先把它录下来 然后再做一些修改 那至于要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先 先试试看 你们的那个环境里面 是不是有刚刚提到的 资料 从文字 斜线 CSV 这个功能 记得把那个 刚刚提到的那个网址 把它贴上 不过贴上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前面 是不是有帮你加空白 如果有你可能要把它删掉 或者你没办法开启 试试看这个部分 不过 不过 不过